每日神话 看得太简单了 也不要把神对你们的托付 看得太简单了 你们都是承受 神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人 是神特意定好的 神荣耀中的两部分 在你们身上显明一部分 神荣耀中的一部分的所有 都赐给了你们 让你们承受 这都是神的高台 也是神早已定好的计划 就神在大红龙居住之地 做了这么大的工作 若拿到别处 早已有了很大的果效 人都好接受 而且对于那些 信奉上帝的西教士来说 太容易接受了 因为有耶稣一步的先例 所以在别处 神没法成全 祂的这一步得荣的工作 就是人都支持 国家都承认 神的荣耀没有着落 这就是做这一步工作 在此地的极大意义 在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反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更大的难处是 人也都不理解你们 不管是亲人也好 父母也好 或朋友 同事也好 都不理解你们 当神不要你们时 你们在世上 根本没法生活下去 但就是这样 人仍不舍得离开神 这是神征服人的意义 是神的荣耀 你们今天所承受的 高过历代的使徒先知 甚至高于摩西 高于彼得 福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得着的 得付许多代价 那就是你们得具备 被熬炼的爱 具备极大的信心 具备神所要求达到的 许多真理 而且能够面向正义 不屈不挠 而且有致死不变 爱神的心 虚你们的心智 虚你们的生命性情变化 你们的败坏得医治 接受神的一切摆布 不埋怨 甚至能顺服致死 这是你们该达到的 是神做工的最终目的 是神对这一般人的要求 他既赐给你们 他也必要向你们索取 他也必向你们提出 合适的要求 所以神做的一切都不无道理 从此看见 神为什么一再做高标准 严要求的工作 所以你们对神要充满信心 总之 神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 都是为了你们能够有资格 接受他的产业 与其说为了神自己的荣耀 倒不如说是为了拯救你们 为了成全这般在污秽之地 受害至深的人 神的心意你们该明白 所以我劝许多愚昧无见识 无理智的人 还是不要试探神 不要再抵挡了 神已忍受了所有 人所没有忍受的痛苦 神早已替人受了更多的屈辱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还有什么能比神的心意更重要 还有什么能高于神的爱 本来在这样的污秽之地 开展神的工作 已是难上加难了 若是人在明知故犯 那神的工作就得拖延时间了 总之对谁都不利 都没有益处 神不受时间的限制 他的工作 他的荣耀第一 所以他不管多长时间 只要是他做的 他就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神的性情 不成不罢休 什么时候 神将第二部分荣耀得着 他的工作才可结束 若是神在全宇之下 做不完第二部分 得荣耀的工作 他的日子永不来到 他的手也不离开选民 他的荣耀也不临到以色列 他的计划也不结束 你们应该看见神的心意 看见神的做工 并不是像创造天地万物一样简单 因为今天做的是变化 已被败坏的人 是麻木不堪的人 是洁净造成之后 又经撒旦加工的人 并不是造亚当或夏娃 更不是造光或造各种植物动物 他是将撒旦败坏的东西 结净之后再重新得着 变成属他之物 而且成为他的荣耀 并不像人想象的 造天地万物一样的简单 也不像人想象的 咒诅撒旦下无底深坑的工作 而是变化人的工作 将反面的不属他的东西 变成正面的属他的东西 这是神这次工作的内幕 你们都当明白 不要看事太简单了 神的工作不同于一般的工作 不是人的头脑能达到的奇妙 也不是人头脑能达到的智慧 神此次做工并不是造万物 但也不是毁万物 而是变化他造的万物 洁净已被撒旦玷污的万物 所以说神要大动工程 这是神工作的全部意义 从这些说话中 你看到神的工作是那么简单吗